为了拉台游客到花莲鲤鱼鱼潭商圈发展协会推出加码的消费券 让消费者来到鲤鱼潭不仅能使用五倍券 还可以在花莲好Q获得红面鸭活动期间鲤鱼潭的消费券 让游客更有更加值的消费旅游 为了刺激疫情后的旅游市场 行政院推出五倍券 为低迷的市场经济注入一股暖流 活络经济 而旅游潭商圈协会为了配合花莲县政府所取办的红面鸭活动 配合推出在地消费券 提供参加活动的民众能够取得消费券的使用 这一次的这个五倍券在县政府这边有加码这个五倍券的一个优惠 我想在这个活动期间也就是在红面鸭的期间 我们业者船家业者还有店家啦 然后餐厅业啊都会配合 我们船的部分是打九折 其他业者也有优惠打折的优惠 因为这个降二级之后呢 游客来到花莲的这个人数也不多嘛 所以说在这个十月份之后呢 就能够配合县政府的这个五倍券 然后把游客在那个来到花莲 来到驴衣潭来这边来观光消费 五倍券驴衣潭商圈消费券 双重的加值消费 除了让消费者有更优质的旅游服务之外 还可以享有优惠 体验物美价廉的旅游品质 记者林杰 寿风箱采访报道道